破曉晨熙灑在基隆港上午8點 漆海探索者號郵輪緩緩使進基隆港 和一小時前進港的威斯特丹郵輪相呼應 睽違三年雙郵輪進港 郵輪迷一早架設攝影機 紀錄這難得的一刻 為了要拍照 我一大早六點多就到這裡準備來拍照 現在在基隆港又有多個這個地方 可以拍照的地方 當然是越多越好 本來就是越多越好 帶動我們的基隆也有繁榮 基隆港3月7號迎來雙輪會 兩艘郵輪加起來總共有2400多名遊客 海關查驗處 基隆港部分公司總經理高傳凱 代理員工高唱歡迎歌曲 前100名還送出精美小禮物 因為真的是關閉了兩年多 就很開心可以出來走走 但是自己來嗎還是跟我老公 跟我老公 阿里山啊 還有那個 花蓮 謝謝我們歡迎 我們很高興去參加海伯 因為是40年前 我來 我們員工自動自發的來到這個路徑的地方 來歡迎旅客下船 那在前100個下船的旅客 都會獲得我們所贈送的沙漏的富航紀念品 那這一次呢也非常感謝基隆市政府 能夠在短時間之內 把基隆市的旅遊資源再重新整理 能夠成為讓國際旅客在基隆能夠自由行 能夠非常方便移動的一種情境 那同時也對港區周遭的一個環境 跟港務公司共同合作 把它重新整理過 那我們相信 從今天開始 基隆港又開啟了 郵輪的一個業務 在未來一年當中 我們估計有72艘次的郵輪會靠破基隆港 入境的旅客 在船上進行按上查驗 下船之後依序通關 檢查行李 縮短不少通關時間 今天是打翔第一炮 所以呢 對未來尤其是今年呢 非常的期待 很多業者呢 已經就跟我們家接洽了 所以呢 我們一開始呢 都把今天 以後的行程呢 都慢慢排出來了 過去的一種移民通關 證照查驗的一種動作 是用這種人工櫃台來處理 每個小時可以處理120個人次 那我們為了要加速通關 同時也提升我們國際場站的一個效率 所以後來呢 我們跟移民署合作 我們在這一邊呢 在東西兩岸各設了四個 自動通關的一種雜道 那這個自動通關的雜道呢 每個小時可以服務300個人次 這一種效率 金融港迎來了雙輪會 遊覽車一輛接著一輛 旅行業者笑開懷 因為睽違三年 觀光郵輪終於回來了 台灣本來以前在全球各地都是很強的 我們是亞洲排名第二 全球排名第十一 那經過疫情當然是萎縮 但是我們的港口建設 不管金融港高雄港都沒有停歇 現在準備好了 那交通部底下的一些團隊 包括航港局啊 觀光局啊 所有的單位都動起來 那我們極力的邀請很多 郵輪來到台灣 那今天有幾個靠港的郵輪 七八九月還有 塞尼 哥斯達郵輪的塞尼納號 接下來四月四號 即將在高雄有 民生世界郵輪雙母港 全年七八個行次 所以這是台灣大家努力的結果 一個疫情其實在整個旅遊行業上 有相當大的一個震盪 所以市場的要回溫 還有包括對我們品牌的一個期望 是要多方面去考慮的 可能直接反映上的是價格 但是對於我們品牌的一個堅持 我們不僅是會做一些相關的促銷的動作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我們會做一些增值的服務 無論是我們的路線啦 可能是在原來的基礎上 我們增加一些特殊的景點 或者是城市 那還有我們船上的娛樂活動 還有一些就是在假期前 郵輪假期前 我們叫做pre tour還有post tour 就是假設今天要在港口上船 你上船前的一到兩天 我們可以有一個陸地的旅遊 或者是你下船了以後 反正假請了都請了 倒不如是多玩個一兩天 會做一個post tour 那這樣子呢 就不僅僅是帶動我們郵輪本身的旅客 甚至還可以帶動我們很多的 國內旅遊的一個假期的延伸 隨著防疫規定陸續放寬 基隆港迎來大批的旅客 也為觀光旅遊產業帶來信心 要讓過去基隆港郵輪榮景再現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